这一起疑似的食物中毒事件 保龄查试 那么现在已经有造成两个人不幸死亡 其中一名女性男子 他是一位台大毕业的高材生 也是朋友口中的行销鬼才 那他的妻子今天在相宴的时候 也首度露面 他说他的先生在3月24号死亡当天 第一时间就选择报案 希望司法可以还给被害者 还有家属一个公道 我在先生死亡的当日3月24号 第一时间选择报案 请检察官来相宴 就是为了替我先生找出公道 希望台湾的检察机关 司法机关 可以还给被害者 被害者的家属们 一个公道 其他的结果我就不再方便透露 非常谢谢各位 先生有说就是吃了果桃之后 就是非常不舒服吗 可以帮我们讲一下 当时回到家的情况吗 这方面的结果 我就不方便再另外再透露 希望一切走上检察流程 还有司法的流程 谢谢各位 全百姓意 A13的这一家素食餐厅 保龄茶室爆发严重的食物中毒 那现在风波越演越烈了 好中央呢 这边来公布的全台通报案例14例 不过这个新北市呢 好卫生局也说 这个好像没有包括 新北的民众自行通报 是有3例的 好所以可能确切的案例数 已经来到了17例 那么一早台北市长蒋万安 也紧急来更改行程 来到了行政院开会讨论 到底中央地方怎么样来配合 好来处理这一期的食安事件 我们连线给记者陈欣宜 主播观众 赶快带您关心 这个保龄的这个食物中毒的事件 风波持续的扩大 目前已经呢 总共是有14名的这个案例 其中呢 已经造成了两名的消费者 已经不幸的身亡了 那今天呢 又再增加了这个重症的案例 像在台南呢 又一名这个消费者 曾经到过餐厅来用餐 但是呢 却出现了这个身体的不适 而且是到了这个进入家库病房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呢 其实今天呢 早上呢 这个台北市长蒋万安 是来到了这个政院 这边来开会 大家呢 是对于说这个结果呢 其实也不排除呢 有没有可能是人为下毒的部分 所以说呢 不管是这个检掉或是食安呢 两个方向都在继续的 在做这个部分的这个研究 赶快来听一下他们的说法 我们都是必须要即刻的先做一步 所以我已经要求法务局即刻全面协助家属 只要他们同意 我们都会帮忙包括相关的费用 申请的程序 帮忙进行假扣押 所以现在还是不排除是人为 就是可能有下毒的这个考量 我们目前不能排除任何的可能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很希望 因为地方政府的实验室量能是有限的 所以很希望中央能够进行协助 即刻的让结果出炉 然后清楚对民众说明以外 接下来跨机关跨部会的整合 以及调查 我们都希望中央可以一起来跟地方政府 我们全力配合 那大家一起共同就这件事情尽快理解 食物中毒的一般症状就是到 耳心呕吐 肠胃道症状为止 这个些都有 可是它不会往后发展到 像刚刚这个所讲的肝衰竭 然后还有这个多重西外衰竭 这个是比较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这讲到整个食物 没有没有排除 这个也要调查 当然因为呢 大家也知道说呢 其实保龄这个餐厅呢 即将要在这个三月底 其实呢就会撤柜了 那很多人就担心说 会不会找不到这一个柜位之后呢 没有办法进行后续的赔偿 而且呢 这风波持续的越演越大 那当然呢 其实呢 北市府这边也说 会提出这个假扣押 那也希望呢 能够来帮助家属 来进一步做这个赔偿的部分 因为大家也知道说 其实保龄自己保的这个保险的部分呢 已经是过期了 但是呢 他们的所属的像是远东啊 或是大时代 也是有在帮他保保险的 所以说呢 在这个假扣押部分呢 其实呢 对于说这个民众呢 还是有一定的保障哦 以上记者温掌握的最新情形 再赶快交还给Pony主播 好 我们看到呢 这起这个保龄食物中毒案 目前累计到的受害者 已经有17例了 那么当中还有两人不幸死亡 因为呢 这受害者分散在全台各个医院 所以很多医院呢 都是看到新闻 才来回溯 才来通报的 那国民党立委 王玉米呢 在质询卫福部长薛瑞源时 他就强调 这一次事件看起来 大家的敏感度不足 是透过这样拼凑的方式 才得知 而不是透过 卫福部的通报机制发现的 所以他说 卫福部应该要检讨 所以到目前为止 你们是各自有一些 各自进行的事项 但是并没有有一个 联合的工作小组 对不对 没有一个名义上的 联合工作小组 部长我真的具体 我知道 我具体的建议 这个事情非同小可 因为是过去没有发生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 而且已经冲击到 国人对于实案的信心 我认为中央应该跟地方 还要跨部会的组成 一个联合专项 就像你们现在在运作模式 这一次在整个通报的机制上面 看起来是大家对于 这一类型的中毒案件的敏感度 稍有不足 即使中国大陆 曾经发生这么重大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中毒事件 但是在台湾 因为过去没有案例 所以在第一时间 你看它那个整个时间区 其实是拉得比较长的 然后它是透过拼凑的方式 而不是透过原来 卫福部的 你的通报机制里面 就是去发现 就是慢慢拼凑起来 才发现说 哇原来这个都是 来自于同样这家保龄茶室的 这个东西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这样的一个情况 可能卫福部也要去检讨 就是说很多就是我们可能还有忽略的 那这一类型可能就是过去忽略的 现在连这个标准品其实都没有 表示过去针对这一类型 我们并没有做任何的准备这样子 即使对岸有案例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你们自己还要再去通盘看一下 还有哪些类型 可能其实其他国家有在发生 但是台湾我们因为过去没有 我们可能就比较松切 觉得说也不会发生在我们这边 而台南市卫生局昨天晚间就接获 台南市立医院的通报 这是一名50岁的女性 在3月21号的下午到这个保龄茶室 去吃了炒果条 因为呢身体不适就医 就发现了肝肾功能异常 转诊回到了台南市立医院来急诊 那目前呢因为急性肝衰竭 改到了这个加护病房 收治在治疗当中 不过她的意识是清楚的 那么卫生局也采集了检体 要进行送院 她从3月21号开始就不舒服了 那刚开始症状是不严重 所以她忍了两天 3月24号才到台北的医院就诊 那台北医院那边跟她检查 她的肝功能是8000多 所以直接当场就叫她住院 那之后住院之后呢 大概隔天就转入加护病房 因为在本院这时候抽血的肝功能 GOT是18000多 那GPT是13000多 所以接下来之后呢 大概因为病患住院 她并不知道新闻的事件 那我们有注意到这个事件呢 一直追问病患 那病患刚开始是说没有关联 那这个跟家属再多次追问之后 她才想起来 说真的是送货有到附近 那有到 因为她本身是素食主义者 所以她才想起来 还有到那一家店 这个吃了草果 草果条 目前的身体状况 大概肝功能 GOT已经降到645 GPT目前是3600多 那整个病患是清醒的 那另外肾功能也有影响 肾功能是4.8 但是排尿功能 她身体也没有水肿 所以目前都是保守治疗 用药物治疗 并没有到洗身的程度 太阳星全校克肺有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药匙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